总是想见到你 所以在你的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 为了每天能见到你 但事实上后来我越听 我越没有觉得这个男孩真的黏着你 比如说你要去给他打扫卫生 尽管你那么不愿意 但是你每次也要去打扫卫生 他分明已经看出了你的抗拒 可是依然不改 再比如说刚刚赵春问他两个问题 第一你必须要改行 第二你必须要去到他的家乡 这是你们在一起的两个必要条件 我很震惊 我完全没有看到男孩有什么黏着你 或者离不开你的感觉 我反而觉得是你在妥协犹豫 你始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 如果他这么说 那就算了 我坚持我的梦想 你始终说 其实我还是很想做我这一行 还想试试看 事实上我觉得 他在你心里的分量 比你在他心里的分量要重得多 而我作为一位女性和女儿的妈妈 我在想如果我的女儿选择了一个专业 因为谈了一个男朋友告诉她 你必须到我的家乡来 你必须要改行 我必须要站出来干预 对不起你走吧 小伙子 你去找可以为你改变的女生 我女儿不行 我真的觉得你没有那么爱她 如果爱是可以协商 可以妥协的话 我没有看到你的诚意 谢谢 好 谢谢周老师 来 谢谢 女孩你确定你刚才所说的 所有的都是重点吗 刚才问你 做什么 或者必须做什么 其实你可做的很多 对不对 只要围绕你的这个专业 围绕你唱歌的专业 对吧 你甚至可以去做生意 这是你说的 对吧 第二 你的父亲希望你留在身边 是吧 对 但是你选择的是在北京 发展一段时间 对吧 对 所以地点 其实也在你目前考虑 也不是最重要 必须要做的 所以你是一个 现在还是可以变的一个状态 但是关键在于 为什么不能为他而变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 其实你对这个男孩 并没有信心了 尤其到了可能要面临着就业 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 你没有确定信心说 可以和他走在一起 如果没有确定的话 当然不能去他的那个地儿了 当然不能听他的要去改孩了 所以现在你们之间的爱 不足以让你做出决定 在哪工作 在哪做事 男孩听懂了吗 你这么要求是要求不来一个爱人 是的 我给你的建议是 尊寻他的决定和感受 如果他一定要留在北京 好 你也可以回到你的成都 去发展你的事业 因为根源不在于说在哪 而在于他心里 你的重要程度在哪 明白吗 我建议你回到成都 你们俩可以保持一定的异地 异地 异地恰恰能够考验你们爱情的厚度 好不好 如果经不起考验 那就分手 没有对错的选择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善大老师 我想说的是 你们两个人要的东西不同 你要的是安逸和稳定的生活 你希望自己未来的另一半 也同样 有一个安稳的踏实的工作 然后相夫教子 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就好了 可是他不一样 他学习的这个专业 或者说他以后的梦想 是一个大的舞台 他想要的是 有憧憬的 有冲劲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对 他想去闯一下 对 而不是踏实的现在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经历 我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20岁 21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也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 他特别特别打动我 和让我最后决定嫁给他的 最动心的一点就是 他无条件地支持我的梦想 你为你的梦想 付出怎样的努力都可以 我永远都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 一切后 也没想到 在我们下次试图的 我们是一切 不离 人 有 我们会否得知 那我们可以 估计 有 有 来回跑也挺累的 很担心 但现在领了了要毕业了 也不能再住在你的房子旁边了 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对吧 我们爱一个人不是想要去改变他 事实上即便你改变成功 他成为了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那么那一天也是你感觉很没味道的时候 因为他身上那些独特的气质已经消磨了 变成了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你也不会再爱他 而事实上 我们也始终无法改变一个人真正的想法 如果你能够改变他的想法 那也是短时期之内 他为了配合你所做出的表演而已 长时间下去 总有一天他会觉得遗憾 他会觉得痛苦 说白了 我们所有的人只能管住自己 管住自己对对方的忠诚和爱 我们绝对管不了对方是否爱我 你管不了的 他去了成都 你就认为你管得了了吗 人在你身边 心不在你身边 有意思吗 没有任何意义 徒劳无功而已 所以管住你自己吧 他爱咋地咋地 我不建议你为了一份爱而妥协自己的自由和梦想 但是 我们也绝不会因为自己内心的任性 而走错路 你可以尝试一下 明白吗 所以说你该干嘛干嘛去 他该干嘛干嘛去 如果你们彼此之间还因为爱而有所联系 那就看这份爱到底有多大的凝固力量 如果没有 就不要去奢谈所谓的梦想 连感情这事都没弄清楚 还谈什么梦想呢 好不好 就这样 别犯懵啊 这就傻了啊 梦想可不是一定要实现才叫梦想啊 一个人在追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心全意为他付出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啊 所以不哭啊 姑娘没事啊 这个有梦想是好的 但是你要去努力 不为这个哭啊 其实有的时候爱情这东西挺残忍的 陪伴 我个人觉得是爱情当中的一部分 就你失去了陪伴可能真的就失去了爱 但是不要怕嘛 因为人生有很多的抉择的过程嘛 你们去抉择就好了 好不好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三 不要哭 你说的事我会考虑 然后我会把你说的所有的话 我都会记在心里 然后我都为你着想 然后今天 今天我也没什么多说的 我还爱着你 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腾讯师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抉择 请开门 不要哭了 因为老师我想了一下 不管他怎么样 我还是会陪伴在他身边 不管他的梦想能不能实现 就认得他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好的恋爱 好好的学习 好好学习 天天下场 谢谢你们 请回 好了 这是 这是今天他们在这个舞台的选择 一年之后 真的两个人毕业的时候 到底怎么选择 谁也不清楚 但是我们希望 年轻人能够在 碰到坎坷的路上 坚定下去 情感